大家好,我是青石 如果今年你想去掉冰掉 掉Crabby,我们就是说的花策 那又不想走得太远 那我跟大家强烈推荐 Lakescougal 这个就是Lakescougal 这个Lakescougal 其实离多伦多不是很远 大概所有的掉点都在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 位置是在多伦多的东北方 它仅靠着著名的一个旅游小城 叫Pod Perry 还有赌场在这里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 是Gorsky Landing 这个Gorsky Landing是一个marina 那里有parking 那里可以比较安心的趴车 完了走出去就离掉场非常近 那么跟大家一块聊聊这个Gorsky Gorsky的掉场 那我跟大家推荐这个Gorsky Landing 这个marina 其实走起来也很方便 进入小镇以后 大家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红绿灯 从这个红绿灯就是一个叫Island Road 直接去到赌场 拦路赌场 那么在赌场以前 这个Gorsky Landing Gorsky Landing 就在这 那么在这里一条路 大家看到 这条路大概是叫 Stevenson Point Road 你进来以后 碰到这个第一条路右转 这条路叫Platon Platon右转以后 马上就进入Gorsky Landing了 进入Gorsky Landing 这个Gorsky Landing在这里 它有个parking spot在这儿 你给它10块钱 可以安心的趴车 另外你趴完车以后 就可以通过Marina的水道 直接进入湖 那么这边都是 吊场了 非常非常方便 那我们把这个吊场 换成水图的话 看得更清楚 这就是我们的Gorsky 完了出来以后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河道出来 第一个吊场是在这儿 大家看到吗 这一个小小的一个背 这个背 这个深蓝色的都是潜水区 三尺四尺 这都是水草 那么我们就是 可以掉这个位置 六尺七尺八尺九尺 在傍晚 就是在天黑以前 这些花季都会到 一个比较平坦的水草和泥地 交汇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 就是八尺九尺十尺的地方 出来觅食 有大量的花季在这儿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说可以掉到花季 那么第二个吊场 那么我们就出来以后 越过这个湖的中心线 这个湖的 这个红色的布衣看到没有 这个红色的这个浮标 那就是这个航道 完了以后 航道这个粉红色 就是在里 我们越过航道 大家看到没有 深蓝色的 三四尺的水草区在这儿 完了以后在水草区和深水区交汇的地方 就是深水浅水交汇 这个地形非常复杂 有ponts 有这个水草 这个七尺八 这里是七尺八尺九尺 有一部分水草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水草 那鱼呢 都集中在这条线上 那么另外呢 让大家看到这里没有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形非常复杂 那么有深水浅水 有底下的这个 浪就是鼓起来的地方 有深水浅水在交汇的地方 这个一条线上呢 都有鱼 就是说不用去看到人家钓到鱼 你就去挤在边上 不用 这里呢 都有鱼的这里 好 就是深浅交汇偏深水的地方 这个水草线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钓水草线 那么第三个掉点呢 那就更简单了 出来以后呢 这里是个半岛 看到没有 这个是Platian半岛 Platian半岛呢 你在这个半岛前面 这条有一条线 看到没有 这条线 这条深的地方呢 这是个水草区 完了出来以后呢 七八九十尺的地方呢 又是比较平坦的水草和泥地 相混合的一个区域 那你在这一条线上钓 也很容易钓到鱼 那这就是Lakes Gugger Lakes Gugger的钓场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都是潜水水草 那么大家怎么样 就是找这些水草线 另外呢 找这个深水潜水 这个交汇的地方 就是说有地形的地方 那么花季大概就是 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湖呢 跟大家 这个潜水湖呢 跟大家一样 傍晚的时候 到天黑以后 一个小时 就是鱼是比较集中的时间 这些Northland啊 这是Rapala的 Jiggin Shed啊 这是Russian Hawk 这些小的Jiggin Spong呢 在这些区域傍晚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好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愉快的钓机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是Russian Hawk 是Russian Hawk 是Russian Hawk